所以我们尽量的做 如果你的祖先不快乐 也会影响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祖先超度 孝顺不是光现世 妻子父母 历代祖先 离苦得乐 冤亲在主 萧冤姐姐 欠人家债要还债 所以各位假设你胃痛 你要写牌胃 父在胃上的众生 给他取个名字叫好胃 随便好记就好了 然后以后你做功德 撒米 多撒一瓶 我胃好胃傻的 你会发现他很快不痛 为什么 你还给他债了 这个方法要学 一定要学 你妈妈头痛 头痛 那你给他取个不痛 随便 他要有个名字 龟一三宝 然后你点灯做功德 不要用你妈妈名字 是用他的名字 因为欠他债 要用他的名字 用他的名字做功德 回向给众生 然后他高兴 一高兴他升天了 他就要超度了 不是把他赶走 不是把他赶走 是让他快乐 还他债 还他债就是做功德的意思 第一个跟他忏悔 你有堕胎 你现在得癌症 首先要忏悔业障 第二个超度 就是做功德 第三个调整 少吃肉 吃素 多运动 晒太阳 就改变了 佛陀讲的这三个方法 来 业力忏悔 鬼神超度 四大调整 身体圆满 就是健康的身体 业力要忏悔 生病 不管感情各方面不好 都是我们的业障 不要怪对方 业障要忏悔 第二个超度鬼神 你先生有外遇 很简单 因为他身上 或你身上 有感情债主 专门在破坏你跟他的 所以如果你先生有外遇 那你要写个牌位 附在我先生身上的 感情债主 你也要写一个 你也有 然后呢 那感情债主很简单 多在佛前供花 你要把这个债主 当初他活的 我对不起你 我帮你供花 我现在为你念心经 放生 希望你快乐 快乐就OK了 感情债主 一离开你 感情就没问题了 不然感情债主 他就会破坏你的婚姻 他故意去找你麻烦 那我们佛教都了解 好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佛陀的教法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 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互持生命电视台 互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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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销行用的石窟 名为皮和螺 意思是金色或森房 皮和螺是一个方形的空间 拧字形的壁面 凿出小看空间 让僧人可以在当中作产 是 光东画佛祖义 画佛祖义图边 画佛祖义图边 十十八愿不共生 十八愿不共生 有点权定分平坦 有点权定分平坦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佛教在印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作为古印度最伟大的帝王之一 赫黎西纳统一了中印度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 他推动了佛教的再新 很快空气已久的山谷中 又响起腐凿之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9年下旬 慈悲的海涛法师带领信众 除了再次参访南印度色拉杰寺 这座庄园瓷图外 同时借由此次菩提声盛音缘 送到领众来到南印度 这一片将功巧心的石窟艺术群中 一同目睹千年来 佛教在巅峰的经世骇俗之作 犹如鬼斧神功般精辟的不朽之凿 不仅历经千古震慑世人 更令人瞅目结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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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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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最慈悲的人只想到对方的苦 没有想到自己 所以事实上你越慈悲 越早请众生 你越有保护 所有鬼神都敬畏你 没有人敢欺负你 为什么 慈悲是最好的馈奖 最好的武器 最好的保障 慈悲无障碍 所以各位啊 现在就找请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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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无形众生 受苦众生 乃至地狱到众生 都能够同来受持八观灾界 更要提醒地狱各殿的阎罗王 所有的鬼族一起慈悲 带着所有受苦众生 乃至打开地狱一样 把八观灾界的功德受戒 融入在地狱 地狱众生能够受持一个八观灾界 跟我们念个佛 当下他就脱离地狱苦 最高兴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真正的修行人 不敢看别人的过失 他非其我非 所以任何的过失 都是我们的同体名大悲 那这样你才有一个悲心 那有悲心的人 别人会更虔诚地忏悔 他不会指责别人的错 这样你了解吗 任何一个人去指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 你跟他讲 这个已经失去菩萨道了 失去悲心 因为他非其我非 佛度有缘人了 没有缘就像坐在你面前听佛法也没用 那这个缘怎么去结呢 那各位要生命奉献 布施给对方百千万劫 那对方才会对你有点缘分 想要听听你讲 所有的生命 来交给三宝 你才可以得到三宝全然的加持 一分信心一分加持 十分信心才有十分加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